欢迎来到MBL研究所 我们的口号是 沉迷研究不可自拔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粉丝和粉丝经济 不是这个粉丝 是偶像明星的粉丝 英文名fan 经过今天的节目 我们对一下几个问题 有深入的了解 一 中国偶像明星的粉丝 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 二 粉丝追星都怎么追 他们都在追什么 三 粉丝经济有明星模式 四 如何拥抱粉丝经济 五 走一个老追星族 一点感想 首先 中国偶像明星的粉丝 大部分是女性 媒体通常会用追星女孩 或者饭圈女孩来形容粉丝 而男粉就是男性粉丝的意思 他们也因为其稀缺性成为了一个专有名次 其次 粉丝的年龄主要分入在20到30岁 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呢 这个其实跟追星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当晚再揭晓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 中国偶像明星粉丝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 他们都是小姐姐 追星都怎么追 通常有六种方式 一 见真人 演唱会 见面会 节目录制现场 玩会现场 偶像出现场合 通通都可以 有请提示 只包括官方场合 偶像的非公开行程 不包括哦 二 买作品 专辑 电影 电视剧 杂志 统统都到本里来 三 买代言 买偶像代言的相关产品 一是主题 方方面面都包括 四是买周边 官方周边 粉丝周边 一个都不能上 五是集资应援 由后援会 总是收取会费 为偶像宣传 六是打网 控屏 网上观众向的消息 上面请用追星当时 推出友情共同点吗 买 买 买 不买也得花时间了 回到我们第一部分留下的问题 为什么大部分粉丝 都在20到30岁这个年龄段呢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 通常已经有独立的经济来源 同时他们又比较30家的成年人 可能有比较重要的家庭负担 简单粗暗来说 这个评断的人 有钱 有闲 追星到底追的是什么 追的其实不是星 是自己 是在追星的过程中 寻找自我身份认同 粉丝迷恋上偶像原因有很多 有喜欢颜值的 人品的 事业的 等等 而粉丝们也会把自己称为 马拉粉 女友粉 人品粉 颜值粉 CP粉 事业粉等等 粉丝对自己的归类 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 和情感寄托的过程 偶像成为了理想中的我 理想中的一半 理想中的希望经历的爱情 理想中的儿女 这样一个载体 支持偶像 则成为我与理想靠近的一个方式 或者书解 我会把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 当粉丝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 粉丝作为一个群体 计定了一定的规模和需求 粉丝经济也就应用而生了 根据主导者的不同 粉丝经济有以下几个模式 第一种粉丝经济的模式 是经济公司主导的粉丝俱乐部 粉丝俱乐部在国内并不多见 比较典型的是TFBOYS的粉丝俱乐部 付费会员应用每年团体演唱会的 优先购票权 活动抽票权 独家音视频的线上福利 线下也可以获得 厂刊周边等福利 SNH48的粉丝俱乐部 虽然不用交会费 但是偶下也可以在俱乐部里面 与粉丝互动 用各种活动来自己粉丝消费 第二种粉丝经济模式 是由内容制作观伪主导的投票 2004年超级女生推出短信投票 是中国学校节目早期使用的粉丝经济手段 十几年后青春有你创造101 同样采用了投票的模式 只是投票方式更加的丰富 除了基础的投票外 视频平台的会员有额外的票数 购买节目指定的观众商产品 也能够获得额外的票数 第三种粉丝经济模式 是以粉丝自己为主导的中边售卖 由于对偶像的喜爱 粉丝通常会激情产出 不管是Footbook 也就是我们说的TV招联集 或者是漫画小说等等 只要能够得到粉丝的喜爱 都能够有市场 第四种粉丝经济模式 是以商家为主导的解锁偶像资源 近年来一些知名品牌商家 认识到柔异明星的盖获能力 纷纷邀请柔亮明星 做品牌的代言人或者推广那时 品牌商家会针对粉丝 进行一系列的推广活动 包括人心的线下见证会 线上直播 或者推出一些偶像专属礼盒 粉丝将对偶像的喜爱 转变成对代言产品的宣传和购买 提高了品牌的声量 以及产品的收入 那么如何拥抱粉丝经济呢 首先是采取代言人 相用最大划策略 粉丝经济是一种情感经济 品牌商家需要充分利用 粉丝对偶像明星的情绪资本 让粉丝自发地对产品进行宣传 增加产品销量 以便将代言人的效用 发挥到最大化 二是充分利用 运动服务的平台 粉丝终于偶像 热衷互动 对再创作兴趣浓厚 粉丝经济的主导方 在发布消息的时候 需要将消息与偶像 尽力的联系起来 同时留给粉丝 足够的创作 和互动空间 这样就能够增强消息的 传播强度 回去微信 能够快速流 三是利用长线思维 粉丝经济的主导方 尽可能延长偶像的事业周期 尽可能延长粉丝 作为消费者的时间 将粉丝作为长期顾客来留存 才能使粉丝经济的利益最大化 四是打造良性粉丝生态圈 避免粉丝的负面影响 一个良性的粉丝生态圈 应该是多元开放 且充满合力的 个体粉丝可以在圈内 找到有效的信息以及归属感 能够在消费时 找到有效的参照群体 粉丝经济参与方 能够在圈内了解粉丝的需求 进行有效的推广和影响 另一个 创新企业商业模式 实现价值共产共享 粉丝经济下 最佳的商业名师 是让粉丝经济的参与方 都能够实现自己的需求 达有多益的局面 让偶像明星 成为企业的合伙人 甚至入职企业 或者是偶像 品牌 IP 实现跨界碰撞 都是不错的创新模式 作为一个粉临长达16年的老粉丝 我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 看待专心现象 首先 从粉丝自身来说 喜欢偶像是一个正常的情感需求 真有人喜欢运动 有人喜欢唱歌 也会喜欢聊天下棋等等 粉丝不必因为成为粉丝而感到自卑 同样的 粉丝也应该明白 偶像的成就 而有莫名的优越感 如果您一起不必要紛争和骂战 就更好了 我们知道所有的爱好都会有情感投入 以及随之而来的金钱投入和时间投入 关键在于把我们一个合适的地 我们不因为追星而当作训练 试验 甚至家庭的陪伴 将追星作为一个健康的爱好 将偶像做了我们的榜样 过好自己的生活 从动物来看 与其一味的措施和打压 不如充分了解自己的偶像 让偶像成为高峰的桥梁和纽带 鼓励子女学习偶像的优秀品质 只有适当地用偶像相关的产品 才激励自己 从媒体来看 不再片面的报道和粉丝的不理智行为 不为了吸引眼球和猎奇 将粉丝和偶像放在公众队里面 从粉丝经济的主导方 品牌商家 平台 经济公司来看 把握好正确的价值导向 不一味的割韭菜 避免流量造假 互动炒作 流暴力等等 才能更让粉丝经济良性发展 成名研究 不肯自白 经济研究内容就到这里了 因为我要去追星啦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